大家好,我是小菜花,天气热,白面不要蒸馒头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用白面做好吃的,很适合夏天吃 特别开胃过瘾解馋,我个人觉得比凉皮好吃,做法也简单 准备一碗面粉 接着再准备一碗清水 紧接着在清水里放入一小勺盐 拌小勺食用小苏打 搅拌均匀 面粉和清水的比例是1比1 热锅,锅中倒入些油 把油在锅中抹匀 紧接着把碗里的水倒入锅中 大火把锅里的水烧开,然后把面粉倒入开水里 用筷子不停的搅拌 搅拌过程中把火关掉 趁热,把面粉完全搅拌均匀 不停搅拌至上劲,搅拌成团 用手捏不粘手,就表示面烫好了 面团在锅中稍微放凉 锅里的面团不烫熟了 把面团放在案板上 把面团油成长圆条 再把油好的面分成三份 把分切好的面团整理成圆形 然后把它压扁 再用擀面杖,把它擀开 擀开 擀成这样的厚度就可以了 都擀好后,在其中一张生坯上 倒入些油,把油抹匀 然后再拿起另外一张生坯,叠在上面 紧接着再倒入少许油 把油再抹匀 把剩下那张生坯放在上面 三张这样叠在一起 蒸锅中水烧开 在蒸锅里放入一张棉纱布 把叠在一起的三张生坯放进来 盖上锅盖,中火蒸20分钟 接着准备一根黄瓜 黄瓜去头去味 把黄瓜切成薄片 再把黄瓜切成黄瓜丝 装起,备用 再准备一些胡萝卜丝 把胡萝卜丝和黄瓜丝装在一起 备用 二十分钟后,蒸好了打开锅盖放凉 准备几瓣蒜,一小块姜 把蒜切成蒜末 把姜切成姜末 把切好的蒜末和姜末放到一个小碗里 紧接着在小碗里放入一些辣椒粉 再放入一些白芝麻 然后淋入一些热油爆香 把它们拌匀一下 再放入一小勺盐 少许鸡精 一勺糖 两大勺生抽 两勺香醋 一些白胡椒粉 边搅拌均匀 边倒入些凉白开 再搅拌均匀 打用 锅里蒸好的面不烫熟了 拿出放案板上 一张一张撕开 放案板上 摊开 自然晾凉 完全放凉 每一点温度后 再把它们切成细条 这样一烫 一油一擀一蒸 做出来的白面 特别的筋道 有弹性 切好后 放到一个大碗里 放入之前切好的黄瓜丝和胡萝卜丝 再倒入拌好的调味酱 拌匀就可以开吃了 吃起来比凉皮还过瘾好吃 家里有面粉的一定要试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 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分享 点赞 关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